提到金門廈門海域的問題 大陸的艦艇增加到11艘 就是基本上它的海巡 海警 那就等於我們的海巡 金融時報的報導是說 大陸研究船也加大了 也進入台灣的海域 研究船本來做科學研究的 他說這個前三年 每年只有兩次 現在最近到了九次 一年來九次 這個是無人研究船 叫做珠海雲號 也就是說這個船 可以搭載50架無人機 就表示這個船也不小 而且看起來它的能力 甚至攻擊力都蠻強的 所以他們就懷疑是不是替解放軍來探路 兩岸的風險衝突會不會升高 國台辦說管碧林含冷血 說撞船一切後果由台灣承擔 國台辦說一切後果由台灣承擔 管碧林說冷不冷血 海軍署回應說沒有不冷血 冷血不是事實 我們沒有的確我們是沒收徵錄影 已經表達歉意了 抱歉我就沒路我們那天要怎樣 對不對 我就拿不出來 這已經跟你道歉了 我那就是沒路 你現在升不出來 國台辦強調現在兩岸 搞了八次九次 是溝通並不是協商 大陸很堅持什麼協商 就一定要在92公司之下 才叫協商 你只要不跟我談92公司 我都不叫協商 只是溝通而已 這老共他非常堅持這一點 所以這個經過九次閉門會議 他們現在評估要不要用書面指錢 大陸說你們都不 道歉都不講一聲 死了兩個人 我們書面看要不要 管碧林就說沒有破裂了 檢方還在調查 看檢方調查結果怎麼樣了 那協商沒有共識 國台辦就說 你們承認九個共識 我們就可以談判 現在根本沒有談判嘛 根本不是談判 看一下 大陸漁船疑似遭到海巡署船隻 碰撞翻覆導致兩死一案 海巡署副署長許金之 與陸方代表團 27號傍晚進行第九次協商 經過長達一小時才結束 但協商結果 雙方都低調不願多談 等一下還要再繼續談嗎 有沒有帶什麼消息回來啊 不管記者如何追問 徐靜之始終保持沉默 但與會人員透露 雙方慢慢有共識 陸方要求的道歉 可能會改成書面致歉 雙方將各自想法 與內容用文字做表述 對此傳聞 海巡署沒有證實 驚嚇水域事件引發國際關注 在今天國台辦記者會上 媒體人數是明顯增加的 像是日媒就有四家報名出席 包含了日本NHK 朝日新聞共同社 以及日經新聞都非常關注 陸方企圖把驚嚇海域 釣魚台化 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那我們的海警部門 在自家的海域執行公務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大陸國台辦除了重申 大陸方面保留一切措施權利 後果由台灣承擔 也痛批海委會主委管壁林 管壁林把處理2142性壯產事件 當成是個人政治表演 隱瞞真相 推諾卸責謊話連篇 不僅對遇難者沒有一句歉意 一句道歉還對善後工作 不斷的設置障礙 極為冷血為人不齒 狠批台灣官員 大陸國台辦保持強硬態度 不過對於媒體提問 大陸漁船越界捕撈有錯在先 如何加強管理 大陸國台辦避重就輕 認為台灣應該先公布真相 滿足遇難者家屬訴求 志娟 我想這件事情 我們討論非常非常多天 在民間上面 我聽到最大的氛圍是 其實民眾根本不相信 沒有密入其這件事情 今天這個看來金門檢方 他們要辦案的方向 是有可能往過失致死罪 去辦理 這件事情對海巡署的基層 是整個炸鍋 我看網路上 這些基層的海巡署人員 是非常覺得說 我們努力在執勤 捍衛我們國家 可是碰到這種事情 卻是往這樣子的方向來 去做偵辦 這個海巡署的副署長講說 10噸級以下的CP艇 我們沒有標配密入器 只有要手持V8 這件事情其實在我聽來 是非常荒唐的 我們的海巡署 跟大陸漁船交手 絕對不是第一次 有非常非常多次的經驗 連警察基層員警在辦案 在巡邏都要帶密入器 何況是在海上執勤 跟對岸相對於敏感的議題 這種接觸的 是沒有密入器的 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而且我看 國民黨王宏委員 好像也有提出來說 這五年前就已經質詢過了 為什麼今天還在要 逗用第二預備金 花2000多萬去買這些密入器 你手持V8 這更不合理 在海上這種快艇在跑的時候 你要求海巡人員 要拿著V8去露營 過去其實我記得 我們在節目上也討論過 在台灣海峽發生過 不只一次這樣子對峙的事件 為什麼那時候都有畫面 難道那時候畫面 全部都只是手持V8嗎 這是我很大的疑問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說 大陸最近都是用這種 灰色地帶的戰略模式 在跟台灣民進黨在受施壓 我們明明知道 這些事情是經常會發生 台灣人民需要在乎的是什麼 到底海巡署 到底你們這些行政官員 對於這些事情的SOP 這才是大家最在乎的 要不然這個如果事情再發生 到底怎麼解決 兩岸的學者趙春山 他說兩岸主權爭議 現在浮上檯面 就談主權了 到底是誰的 未來只有對抗絕對不可能好 因為主權爭議在兩岸浮上檯面 以前大家不談主權嘛 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 那現在呢你要跟我談主權對不對 好那就來談了 那就麻煩了 那福建的紅市會會長說呢 他也認為說不可能沒有錄像 就不可能沒有錄影 而且他們認為說好像民進黨政府 故意把紅市會的重要性 越降越低越降越低 這早就說是紅市會談民間談嘛 那馬英九也說這是不可思議的 政府毫無作為 另外媒體是說在道理跟誓 我們都不容易站到上風 理上你沒有路對不對 人家死了人了 誓他又比你強勢 所以只有趕快停損吧 把溫度降下來 不要在那邊扯過來扯過來 我剛剛在看到那個朱鳳 什麼朱鳳蓮對不對 在罵那個管閉你有沒有 什麼冷靴什麼地人不止什麼 這種吵來吵去都要打仗來 打仗的前兆就是這樣吵 講話多難聽對不對 通常外交上不會這樣講的 一定是講得比較婉短 這已經到了赤裸裸的 罵了等於是 黄金 就是我剛才講 大陸在台灣選後的時候 本來滿克制的 然後接下來的 他對台灣的第一個施壓 就是M503 然後那三道航線 然後台灣在這件事情的表現上面 也是除了抗議表達不滿之外 其實也無計可施 然後後來我們就自己很瞎的 就是說本來要派團到這個 本來那個旅行團可以到大陸去了 後來又突然就不能夠去了 6月1號又禁了 然後非常的不幸的 就是發生了在春節 春節期間的時候 2月14號發生這個翻覆事件 你知道在之前的時候 國台辦的克制 其實已經被大陸上面的 這些網友都已經罵翻了 覺得說你這個賴清德當選了 你們還這樣子這個無所作為 所以他後來慢慢的給你施壓 用這個什麼M503 然後這個事情來增加我們這個 他們自己可以主權範圍可以決定的 他就這樣子做了 可台灣方面的應對就是顯然 就沒有針對這些的事情上面 能夠採取一個 能夠讓這個事態的爭議 往下降溫的一個手法 然後你碰上了這個 碰上了這個漁船翻覆的 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到目前為止 真的也是非常的荒腔走板 第一個 就是說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們這個說謊在先 然後後來像被擠牙膏似的 弄出了這個事實 然後之後陸委會在背後 扮演的這個角色 就是他事實上陸委會 有要借這個事情 因為兩岸之間都沒有辦法溝通 都沒有辦法協商 所以陸委會在背後 就想要主導這次的事情 造成兩岸因為這次的意外 意外不幸事件 逼對岸上談判桌 所以說對方派出來的人 雖然說有台辦的副主任 可是他們掛的 都是紅會的招牌 可是我們這邊就是海基會去 然後陸委會在後面指導 就希望能夠造成這樣子的 談判的這樣子的印象 對方就不買帳 對方不買帳 所以才會現在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這個是紅會 我們這個沒有說是協商 我們這只是有溝通 就是說我們這個蔡英文政府 就是一直在他們執政這八年來 每次都想要借這樣的事件 來去打破 就是說你說你不跟我們協商對不對 你看發生的事情 你還是要來跟我們協商 這如出一側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糟糕的 第二個我們要針對這件事情 要非常的清楚的意識到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容易善了的事情 你看到大陸方面 在處理這個事情非常有節奏 他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講到這個事情是事態嚴重 然後到後來 當我們說這個是進限制水域的時候 他們就派出了他們的海警船 然後就登船到我們的觀光船上面 做領檢 可是我方卻在應對上面的時候 你沒有把這件事情 當做一個嚴肅的事情來看待嗎 然後當雙方的人員 好不容易在金門開始協商 協商不順了之後 他們的船就增加了 從這個原本可能兩艘就變四艘 然後到昨天 一度傳出這個談判破裂的時候 沒有達到對方所要的這個要求 對方下面要求是什麼 道歉 賠償 然後要負起這個責任 人跟船要回去 要回去 然後沒有達到對方的這個要求的時候 他的船就增加了 變成11艘 我們現在就變得很被動 就必須是 變成是好像對方拿著這個槍 在背後抵著你 你要一切按照他的要求來去處理 否則的話這個事情不能夠善了 這件事情就算你現在 你退到最後的一個地步 就是說我們道歉也道歉了 賠償也賠償了 他船不回去了你怎麼辦 趙欣 我這邊要特別講一下 海巡署的基層同仁 他們其實很認真 第一時間就寫了非常詳細的報告 我跟大家講至少八頁 包含是當時翻覆的時間點 翻覆的狀況 在哪裡翻覆的 當時的風浪多高 全部都有記錄 然後他也都如實上存了 給了包含海巡署長等等的 海巡署也召開了自己的應變會議 叫某些人準備新聞稿 結果怎麼樣的 出來以後新聞稿的內容 跟他們當時給的報告更不一樣 一個是事實上面 它裡面寫到的是說 大陸的船蛇行巨檢 然後我方碰撞 它包含是船的左後方 跟我們船的右前方碰撞 現在這個船體的照片有出來 你們自己去看是不是長得一樣 然後因為撞擊而導致翻覆 結果我們的新聞稿怎麼寫的 我們寫說是對方蛇行巨檢不慎翻覆 然後一直到金門地檢署出來講 我們才知道有碰撞 然後到現在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還不承認說導致翻覆這件事情 可是民進黨從上到下 從陳建仁到管碧林 到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 指控我所提出的報告是假的 沒有 他們拿了幾張什麼認知作戰 根本沒有人在傳的單子 在那邊講說好可惡喔 中共認知作戰 但對我所舉出的 相當詳細的報告詢問 是不是這就是海巡第一時間的 沒有人敢說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海巡出了什麼事情 我們都願意站在海巡地球身邊 我們共同承擔 可是你不可以說謊啊 你說謊以後 你沒有影片 沒有影片沒關係 我們過去也沒有什麼行車記錄器 就古早時代 那難道今天出事了 就找不到真相了嗎 沒有 你有雷達圖嘛 我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2月22號的時候 海巡他出事的是示意圖 不是真正的雷達圖呢 你第一時間為什麼他可以做這麼精密的分析 其實是因為他們有雷達圖 都傳上去了 海巡都知道 高層都知道 但他不拿出來 再來 是不是因為撞擊而導致翻覆的 也未必需要影片啊 你今天有做船體的撞擊試驗 你就知道結果是什麼了嗎 你有做鑑定 就知道了 還有第一時間他們就通聯 趕緊向上回報 所有的通聯記錄 是不是都可以作為證據 所以今天當然我們知道 沒有影像這件事情 海巡署已經就是做錯 他們也必須要道歉 可是我要強調 影像沒有當然很糟糕 我也譴責過很多遍 但大家仔細想 除了影像以外 還有非常多 可以列為真相跟證據 有參考性價值的東西 海巡海委會通通沒有公佈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說我覺得 這種東西就是 人不死都沒那麼大的問題 死了就人命關天 我們這樣想 就是辦這個事情的態度 你就把這個死的漁民 如果是我們的漁民 我們會希望怎樣辦 你用這個將心比心 這樣去處理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船用還在 翻了倒過來 對不對 把它修一下 這都是引擎淨點水 我們開開看 我沒有會船的 會開船的 開看會不會翻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說開看看 然後如果什麼樣狀況會翻 什麼樣不撞會不會翻 撞到什麼狀況會不會翻 你大概就知道 到底這個船本身 也有可能這船很爛 一碰就翻了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像那個船員講的 我們平常大轉化我們都沒翻 看看這個船到底怎麼回事 你這個實際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否則那個船壓在那一方 你要在那邊檢察官看半天 這每個洞 那每個洞 又怎樣 我覺得最好就 檢驗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這次的船